演员舒淇和何润冬今天现身幼稚园 带领小朋友捐出自己的二手玩具 将爱心送到偏乡 保珍惜与分享的观念 生殖小朋友的心中 其实我希望可以借由我们自己艺人的能量 可以发起希望更多的艺人可以参与 不一定是属于地球天使 慈善也好或者是可以帮助一些小朋友也好 然后让世界各地很多需要关怀的人们 可以得到帮助 主办单位成长文教基金会专案经理林均英 今天也在场表示 他们捐出基金会的公司车 并改造成玩具巡回车 亲自把玩具分送到各部落 梦想游园地小组会带着这座移动城堡 放在小货车有人坐的车子里面 把这些玩具跟书籍 还有一些绘本 还有一些艺术创作的材料 带到全国各地不同的部落去 天乡陪孩子一起游戏 一起绘画 一起创作 舒淇也坦言他很喜欢小孩 希望未来除了事业之外 还有稳定的家庭 何润东听到代言公益活动 也立刻从内地赶回参加 并且涮先捐赠出自己收藏已久的 心腹森玩具 我也希望说可以尽量可以带给这个社会 还有一些小朋友们 一些正面的能量 台湾情报记者李淑梵 郭更如台北报道